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2008年多多博彩首次呈现类似歌唱大赛获得热烈反应后 决定以张学友以及郑秀文的歌曲作为今年参赛者的选取 三位评审其实也曾经受这两位巨星的影响 我曾经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写过一首歌很想给郑秀文小姐唱的 可是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有这样的管道跟他有一个机会合作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点遗憾 那这一张学友大哥呢我非常感谢他就是给了我两次的机会 那我就有机会写歌写了两首歌给他唱就是他在哪里跟Let me go 那所以学友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学唱歌的一个学习对象来的 我相信他应该是很多歌手是学习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 因为他唱的琴歌都很好听都很感动 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我也是唱郑秀文的歌 然后他们的影响呢我觉得我蛮敬佩他们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我们心目中还是有保留的设定的低位 想红很容易可是想就是说长续这样红下去真的很难 如果没有那种的精神啊还有那种的怎么说你的 spirit everything就是他们做到很好就是他有整个package 所以我就说他们真的真的影响了我们大家的就是生活啊 不断的生活而且是丰富了我们的歌唱的怎么说呢feel吧 还没发片之前其实有参加过张学友的歌唱比赛 就是我说的我觉得张学友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因为他真的很能唱 所以我就是多听他歌其实自己的技巧上好像无形中也会提升 因为他歌都超难唱 然后对于郑秀文方面就非常非常欣赏他在舞台上的那种魅力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表演者 所以希望呢这一次呢你们除了在参赛之余呢 希望可以呢秉持他们的天王俱行的精神来参赛 2010年张学友与郑秀文全国歌唱大赛 从4月9号开始在全国各地举行9场出赛 18位各地区的男女冠军将在5月22号举行的总决赛 角逐奖金奖品总值高达8万令吉 那所以这一次我希望说参加的歌手呢要比较赶一点 要赶赶秀出你的本事 那千万不要模仿张学友或者是模仿郑秀文 不要就是当这个是比赛当这个是一个过程去享受它 然后就如果你们就是可能有些比较 缺少一点的经验啊来可以吸取作业的经验 还有其他的话就是靠Fu咯靠Fu走 除了Fu之外希望你们可以多注入一下你们自己的想法 就是还有可能就是自己的风格吧 就怎样去重新去演绎张学友还有郑秀文的歌曲 所以你们一定要报名参加哦 无光时社采访报导